是这样 今天是你得奖很开心的日子 开心是要大家一起分享的 所以有一些朋友有些话要跟你说 对 当然这是 只要不是我爸怎么都行 对 他最近在忙着鼓动大家投票 所以就不见得有空 但我们看看都有谁有什么话要跟你说 好不好 来 请看 又获奖了吗 这鸡毛飞上天那么火吗 让你得奖我老觉得是不是弄错了 鸡毛让我看得非常过瘾 实至名归 真不错 看来丑男的春天终于来了 不过你一定要忘记 《军功张力》有我的一半 张义是1997年考入战友话语团 我是他的老师 我认识他的时候不是很魁梧 有点像面条 站起来三道弯 不太适合做演员 他是挺客战的 他因为长相没少受打击 那时候行跑组 自己照了很多的照片把衣服照到处去发去 跑到其中一个组 直接就要副导演给拦下来了 我们偶像去 你照片拿走 你演不上角色的时候 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 日积月累 他是会对自己产生疑惑 但是他是能从这种打击重生的一个人 你们说的什么我都不管 我只要把这戏演好 两千年的时候我们团队要排这个士兵突击 张艺扮演了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警察 大部分时间担任场记公司 他在当场记的时候 他把整个台词都背下来 每次排练完了以后 我们大家都离开排练场 他自己会偷偷地在这个排练场 就在这个排练场 把所有人的台词念了一遍 走了一遍 他很希望能够演戏 但是机会没有那么多 知道张艺要扮演史金这个角色的时候 非常高兴他能获得这个角色 但是又担心 因为部队有规定 张艺为了为他这个视频突击 打了这个转业报告 那一场戏离队 连长带他去看一眼天安门 拍戏的那天下午 他正好接到了转业的通知 全剧杀清最后一个警告 已经完全是分不清是自己还是演戏 他将要离开十年为之奋斗的青春时光 和他热爱的部队 从那天起他跟史金一样 不再是一名兵 从一个老兵到一名演员 他一直用一个军人的标准 在严格要求自己 勇敢 顽强 前一段时间跟我说 他要拍这一部电影 导演一句话 说我要看到你的全顾 他一天只吃一顿饭 一顿饭就是一个人黄瓜 简直是拼命 你知道他最后他是多重吗 他的个头是一米七八 他的体重是一百一十体 张艺是一个戏疯子 我觉得他能为他的角色做任何事情 这场戏需要他是气喘吁吁的一个状态 他就会在开机前提前在那个山坡上 来回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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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把自己跑到说真的是那样的一个状态才来 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的男演员 颜值不是那么重要的 这个演员自身的魅力是最重要的 张艺在《鸡毛飞上天》这个戏里面很完美 还有我爱看死了 我缝人就跟所有人见 我说你们一定要看这俩戏 恭喜张艺获奖 我由衷地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 金艺奖是群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不容易 你要把它放在自己心里 有些是一看是很亲的朋友才会说的话 有些一看是非常非常希望你会不断进步的恩师会说出来的话 在这样一个对你自己来说很重要的场合 听到这些朋友老师对你的嘱托对你的评价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谢谢康洪雷导演 谢谢康导 谢谢郭强 谢谢海青 没想到我的战友肖剑 我的老师彭彭也在这里面 我来自部队 今天没有机会穿军装了 我们单位1937年建团 以前都是配着枪演戏的 这个团没有了 全军的文工团都没有了 全军的文艺力量 都开始脱下了军装 默默地走向了社会 其实这件事情跟我今天拿金银奖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 我好想念自己年轻的时候穿军装的样子 所以在这里借这个平台 祝福所有的转业军人 一切都顺利 今天有点跑题 但是 我好爱你们 加油战友们 谢谢 谢谢 谢谢